这影片要教老师们 在我们的白板里面 不管是物件还是图片 它都还是有一些小功能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例如我现在点一下猫咪的图片 老师有没有看到旁边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功能 第一个是删除 然后还有锁定 然后锁定选取物件 但可以让它移动 以及旋转物件 那我这里面蛮喜欢的是 这个叫做超连结 这里有很多老师都可以自己去按按看 这里有一个叫做超连结 那你可以去连结你电脑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或者是网页 或者是文字 还有音档也可以 甚至是工具 你都可以去做一个超连结 那老师记得 当你把网址可能 就是你要锁定连结的东西 你把它输入进来之后 请点选下面的这个超连结符号 点一下它 它才会跟你的连结去做一个锁定 那这个就是断开 你的超连结 好不好 好 再来呢 还有复制啊 简线 这都很简单 那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我都称它叫做无限复制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按复制的话 它就是贴上 就是一个复制 又贴上 你要按贴上 它才会出现 可是呢 你如果按这个无限复制的话 我点了 它出现了 它就会一直 一直 一直的被复制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持续的使用它 很神奇 它就被无限复制了 无限复制 再来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去背的颜色 去除颜色 你看哦 现在我把这毛病它是都会挡住 因为它后面的这白白的啊 是它的背景图 那我现在可以按这个去除颜色 点一下 诶 老师有没有看到 后面就变透明了 后面就变透明了 那你记得去背完了之后 要按打勾 这里有一个打勾 要按一下去 好那老师你看 因为呢 它猫的颜色 毛的颜色啊 也是白色 所以刚才就跟着我一起 被我去背了 然后你看到它就变透明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去背 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那还有什么功能呢 我看一下哦 哦裁剪这老师们也都很清楚 以及就是把它设置为背景 好这一些是图片的 那例如呢 我还有物件的功能 我还有物件的功能 啊 来写一下 这时候呢 你如果选取这个物件 它出现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有一个叫做线的粗细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去更改它粗 它细 你也可以直接去更改它的颜色 这个是物件 如果我们直接显示在上面的话 所以每一次都会不太一样 跟你选择物件 它会有不太一样的功能跑出来 老师们都可以玩玩看 接着呢 还有另外一个文字 文字也是一个物件 因为它是文字方块嘛 那我们点它一下 它会多出一个 就是说出你所选的文字 那我现在都是英文嘛 那我们请它说出看 OK 所以它可以直接说 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沉浸式阅读 我点一下 在这个说出文字旁边 有一个沉浸式 有书本的图案 点它一下 好 我们听听看哦 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里啊 可以去设置 语音设置这里 我们可以去设置它的语速 好 快一点 好 变成男性 等它一下下 好快啊 所以这里呢 你也可以变成定式阅读 或者是这里有一个 书本的图案 你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去更改它的语言 更改它的语言 我们改成中文 改成中文 然后呢 记得要选择这个文档 老师有没有看到 它就翻译过来了 它就翻译过来了 然后或者是 什么其他的语言呢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语言呢 就有很多 都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好 那我再回来英语 再回来英语 那回来英语之后啊 你看它旁边啊 有个语法选项 语法选项 这里你还可以直接名词 形容词 它颜色就会直接变 就直接帮你做 就是名词的重点整理 好 这个是我们的沉浸式阅读 沉浸式阅读 那老师们 记得我们的很多物件啊 它旁边出现这些小功能 你也都可以点点看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具备的功能 好 那这里就是教老师们这一些 老师们 数位白板下来下来 玩玩看哦 1 1 2 2 1 感谢观看